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7号至8号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重点讨论欧洲竞争力新协议 以及欧美关系议题 在本次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欧盟各国领导人就提升 欧洲竞争力的布达佩斯宣言达成一致 但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 欧盟内部再次暴露出深深裂痕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8号表示 欧盟必须要支持乌克兰 否则就会释放出错误的政治信号 而会议动达主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则表示 他呼吁欧盟根据现实情况 调整现用政策 欧盟必须要 他们还想要 他们更加热 他们也想要负责 这些事件 他们也想要负责 但他们的女性 首先是他们正在乌兰 他们还要负责 然后女性的负责 他们是厉害的, 他们可能会变化了新的情况, 我们都在这里, 他们都说了这些, 他们都说了, 你们看到了, 现在来到了。 长期以来, 欧盟内部对于是否支持乌克兰 继续战争一直存在分歧,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领导人认为, 应通过恢复与俄罗斯的沟通来结束冲突,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也曾批评欧洲理事会 已成为军事内阁, 只顾着如何将更多子弹送到乌克兰。